到了我們這個中醫的部分 中醫其實對抗衰老也是滿有研究的 主要是養生 我們在這邊為大家介紹一個中藥飲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喝到了 有哪些東西可以中醫做起來 可以抗衰老養生呢 我在這裡跟各位介紹一道 抗衰老的養生中藥飲 裡面的藥材有粉光芯 黃金跟苟姐 我覺得大家不妨也加上中醫 來調理一下身體 因為皮膚的老化跟退化 也表示你五臟六腑的老化跟退化 我設計的這個茶飲 我們知道粉光芯是補氣的 因為它補肺氣的作用 因為我們中醫認為肺主皮毛 所以補肺氣對我們的皮膚的代謝 有抗氧化的作用 你皮膚也會比較亮一點 黃金在中藥中藥 其實在我們中醫認為 它是一個長壽不老的神仙之藥 真的啊 對 黑黑的 對 它黑黑的 它是一個快晶的一個東西 炮製過後 這個黃金這位藥 所以我把它加在這個茶飲裡頭 它有養肝補血的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補氣 這個補血 我們就知道氣血酸補 對我們這個皮膚的這個 量摺 潤摺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你老化 但是皮膚呢 你有潤摺度 那就表示你身體是 狀況是好的 再來是茎 茎 茎大家就知道 對 它有養肝腎的作用 養肝腎 因為我們中醫認為 肝腎虛損了 就是一種退化老化的問題就產生了 所以我就搭配這個茶飲 所以這三個加在一起 然後用水煮沸 再稍微煮一下 大概五分鐘 對 放溫就可以用 很好喝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喝一下 所以顏色出來是這樣 基本上是黃金的顏色 然後變淡一點 超好喝的 它口感應該是不錯的 對 很好喝 乾杯 因為它粉光 黃金 茎 都是很乾潤的 這個每天喝大概也可以吧 對 一天可以喝一天 可以當開選喝嗎 抗衰老養生 有沒有說量可以當開水嗎 對 它可以當開水喝 譬如說你一天是喝2000cc 我就煮2000cc起來棒 對 你就煮2000cc 對 當天就把它喝完 太好了 對 所以多喝也會怎麼樣 多喝也OK 每一天 這一天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劑量微度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跟臉有關的 回春 對 回春面膜 太重要了 回春面膜 好 那裡面又是有什麼東西 裡面我介紹了桃仁 異母草跟何守屋 桃仁它本身就有一點油脂 所以你抹在臉上 它也有滋潤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那它本身就是有活血跟潤膚的功效 然後異母草它本身就是我們婦科常用的 它對我們女性的一個氣血的循環 在我們節目有介紹過 尤其是臉部這部分 可守屋大家就比較有印象了 它本身就是養乾血 不乾身的作用 所以我把這一個面膜 就是事實上我們 這三個是磨磨磨磨 用10到15cc純水攪拌均勻 然後先把它磨成粉 然後再攪攪攪 然後就可以敷臉了是不是 對 但是我現在會比較建議說 大家就是用那個科學中藥 因為你這個用粗粉下去磨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殺菌過程 或者是說你磨得不夠細 是不是會傷害皮膚 那我們現在用那個科學中藥 我們整的劑量 大概總共有6克左右 就可以附到一張臉 這個就是成品對不對 這個是做出來的 結果做出來是很像花生 花生醬的味 顏色 是黃色 芝麻糊 對 是這樣子的顏色 然後 花醬糊那種感覺 味道是中藥的味道 中藥的味道 我們請艷莉來出來示範 那今天不是敷艷莉的臉 敷手好了 敷手也可以保養 我們來看妳的手會不會回春 好啊 我的手也很黑 大家先看一下 就直接敷在手上 請忠一時幫忙 那這樣要多少 一時來幫忙好了 一時幫忙 對 因為它 因為我們通常調的時候 原則上就是說 我們敷在臉上 不掉下來為止 對… 敷在臉上不掉下來 因為臉是綠的 不要太稀 然後我們所謂加的唇水 不一定要去什麼 買什麼唇水 我們可以用煮過的開水 也可以 開水就可以了 對… 一般自然水不太好了 把綠敷上去了 我們這樣子敷上去以後 過一陣子它就乾了是不是 對 我們通常如果說 也可以敷上面膜紙 隔開我們的眼睛瓶紙 一層這樣子 對 就是說膚貼它 讓它能夠這個藥粉的… 對…藥效膚貼在上面 去達到吸收 跟促進它脊部循環的效果 通常就是說 薄跟厚 就是大家可以控制一下 自己喜歡 自己喜歡薄就薄 厚就薄 然後它乾了以後 再過一陣子就把它撕掉 對 你就是面膜要由下往上 一定要由下往上 對… 然後有殘留的話 我們就用清水 冷水 因為這瘦毛細孔是撐開的 對 那我們有一些殘留在臉上 我們就用那個冷水把它吸乾淨 洗完之後你再拍上你的 譬如說你要加強保濕 要加強美白 就是那個瘦毛細孔是張開的 可以把它拍上兩層到三層 讓它吸收進去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所以這個是中藥 回春的面膜介紹給大家 我們也謝謝中醫師 另外剛剛我們前面都有提到 關於眼袋 還有這個臥蠶的部分 我們再請這個院長來告訴我們一下 眼袋跟臥蠶 究竟有什麼樣的方法 能夠讓它分得清楚 同時讓我們的眼袋變成臥蠶 像這樣的一個孝肌 就是標準的所謂的臥蠶 你要說臥蠶是有點向上 向上孝的時候會感覺比較有一點 異性緣 有一個微笑曲線 微笑曲線 那這一種的感覺 它是一種笑的時候 一笑 然後就往上微笑曲線 就很高興的感覺 反過來就是說你很高興 但是你掉兩塊 對 這真的有 這個就有點可惜 中老年人都有這一塊 對 事實上我們走在路上 大概80%的你都會感覺 只要有40歲以後 大概80%都是有眼袋 問題是大家最不喜歡就是說 掉兩塊 但是你怕開刀 你又怕治療 這個是最大問題 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 你這是所謂的臥蠶加眼袋 你怎麼不想開刀 你沒有時間開刀 我們來看下一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 對 你現在變成說你不想開刀 或是說你開刀現在科技上 他已經做到所謂的變臥蠶 然後不外翻 變臥蠶的這一種是一個 主要的就是看起來 眼睛的這一種拉力 拉上 往上拉 挑戰地心靈力 往上拉 變臥蠶 把負面的眼袋掉兩塊 把它變成一個正面的一個 變臥蠶 最大的重點就是不要外翻 對 一般可以緩解到 有些人乾眼症 因為你眼睛這樣 你眼睛一直這樣的話 你很酷 容易乾 容易乾 你這用了人工烈液 用了一些飲藥水是可以接受 但問題就是說 你一直外翻的結果 你不舒服 看起來會像流淚 紅紅的感覺 現在變成說 有90%的民眾是選擇什麼 你要微整形 然後來解決這個眼袋的問題 對 那麼很多民眾他想說 我可以不會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以 你就從這裡這樣治療就好 對 因為你從這個眼睛的這個地方 淚溝印第安紋 到法令紋的地方 你只要治療 或者在太陽穴地方你把它填補 這個填補的正好是10公分 你從我們這個眼睛到法令紋這個位置 是10公分左右 或者是太陽穴周圍的10公分 都可以處理 基本上你這樣可以把它稀釋掉 像太陽穴拉 眉尾 眼尾會向上揚 像淚溝的地方拉 印第安紋的地方拉 你可能把它臉變小 在法令紋拉 你的臉會變集中 臉會變小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微整形 假如有一天你一直拉一直拉 你拉到後來你目標很高了 你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把眼袋拿掉 我想要恢復到20年前 30年前 比如說你恢復到高中生 大學生 不想要掉兩塊的這個現象 目前的科技做得到就是 直接把這個多出來的眼袋 放到 指紋放到你的淚溝 這樣子 放到淚溝 然後多出來放到淚溝的話 我們就把它從這個地方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你這個皺褶在那邊 你皺褶多少 我們一定要把它往上拉 最大的重點就是不外翻 所以你要拿這個PU的時候 到底要拿0.1 0.2 0.3 當然在拿的時候要坐起來看 要立著 一定要立起來 立起來看的時候 當時在立起來看的時候 有外翻的現象 皮膚不要拿太多 已經太緊了 所以假設跟考試一樣 你這個地方真的考了100分 你考試考100分你也很高興 但滿分是120 對... 眼睛在開刀 假設你說我要考100分 100分有時候會變0分 因為你外翻 因為外翻了 不過你真的現在有外翻的話 不用擔心 因為科技上已經可以慢慢來 解決這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科技解決你外翻的問題 直接在這個地方 調整你的這個肌肉 皮膚直接往上拉 直接往上拉 就在你把它馬上點掉一下 我們就在這個肌肉的地方 跟脂肪的地方 垂直的在這個方向 在這個方向 找到你最容易鬆的那個點 然後把它做內固定 內固定 內固定 當然我講的就是說 三天內你不會感覺眼睛很大 可是三天以後 或者說應該說八天拆線 八天拆線或免拆線也可以 在八天左右你會感覺 眼睛好像變大了 因為它的原理就是說 你的眼睛本來變... 慢慢由圓變窄 現在慢慢的你這個地方 有做撐的時候 你往上拉的時候 它就開始變圓 所以就會向上突破點 突破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在做眼睛的問題 直接改善的是 你的嬰兒腓跟法令文 如果可以的話力量 你是鵝蛋臉的人 鵝蛋臉其實是好看 但是老得快 臉比較小的人老得快 好看嘛 大兵臉的人是年輕 但是容易看起來不好看 我們鵝蛋臉的人 特別好看導致老 你二選一 你現在的話不管你如何 鵝蛋 一個是大餅 我們現在不管你如何 就是朝這個垂直的方向 這一片的皮屋 全部往你眼下的這個眼袋 淚溝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把它集中 然後垂直像這樣挑戰地心靈力 院長 我來問一下 如果是許晶晶的話 你看 晶晶來示範一下 你一直說從裡面 從一條線拉到這裡是不是 動手術是拉到這裡 我們直接看 這個皮屋 好 你就直接拉上來 好 你們不用表情有沒有 直接不要 那你看兩邊的對比 你就不會這個地方 嬰兒悔悔悔的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科技做得好的話 你顴骨就不會凸了 所以說有的人大兵臉 覺得顴骨凸不用切骨頭 你只要把你那個多出來的脂肪 直接拿掉就好了 變大 沒有 我剛開始是把你拱緊 但是你事實上是在變大 所以你看你臉是直接變大 而且嘴角會上癢 對 它整個都往上 我們路就往上癢了